大家好,歡迎回到二十四節氣養生食療特別企劃症的單元 這一週我們即將進入冬天的第一個節氣,立冬 到冬天氣溫開始變冷了 中醫認為在冬天裡面的寒邪容易傷到我們的順陽 所以在中醫的養生觀念裡,冬天是最適合溫補的時候 在整個天氣寒冷的時候,選擇使用一些適合的溫性的藥產 食物有助於原體抵抗力的提高,改善冬天手腳冰冷、胃寒的現象 俗話說,立冬補空、補嘴空 我們今天養生食谷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溫中補虛、活血條筋、去寒健庭 可以改善冬天手腳冰冷、不胃寒的麻油雞、湯、飯 我們都知道麻油雞它的去寒能力是非常強的 麻油其實原本是一種寒性的食物 但是經過加熱之後,它就會轉變成熱性了 吃上一鍋休燙燙的溫暖麻油雞 身體真的會有如被暖暖包給囤暖圍住一樣 讓整個人在中天都會元氣十足,不會寒冷喔 不過有些狀況是不太適合來吃麻油雞的 比如說體質偏熱的人,它不太適合來進食這種過於溫補的食物 或者是有感冒、發炎症狀的時候也不太適合 另外女生在生理期、懷孕期間也是不適宜的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今天所使用的主要食材吧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雞腿肉,切塊的雞腿肉兩隻 然後香菇和杏鮑菇 然後我當然要準備的是老薑 以及最後調味配色用的枸杞 麻油 因為考慮到說麻油過於燥熱 所以我們會搭配蔬菜油和麻油一起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麻油的一個造性 炒熱之後的造性 然後養生黑豆酒 如果你沒有養生黑豆酒的話 可以準備米酒、米酒頭也可以 我們今天要煮的是麻油雞湯飯 所以我們準備的是三杯米 你洗乾淨 稍微泡發過的一個三杯米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準備的材料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了大廚背後的大廚 來為我們大家製作這一道 養生食糧麻油雞湯飯 好,首先我們要來片薑 現在準備好我們來炒麻油薑片 還有雞肉香菇吧 我們首先來炒麻油薑片 來 這邊是大概三分之一杯的蔬菜油 麻油要稍微多一點 大概一道四湯匙到五湯匙的麻油 那炒薑要炒到什麼樣的狀態才適合可以 炒到薑片 稍微乾扁一點 大概就是 薑片的邊邊有起毛的那種狀態就可以 那如果說我們不要吃那麼燥味的話 這時候炒薑的時候就可以不用炒得那麼燥 不要炒得那麼乾也可以 我們今天沒有要炒得非常燥味 所以大概是 大概就像這個 大概就是像這個薑片這樣子 邊邊起一點點的毛邊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接下來做下一個方作 把雞肉放下去炒 剛剛會起油爆的原因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剛才洗完這個雞肉的時候 沒有完全把水分濾乾 如果說你不希望有那麼大的油爆的話 可以把那個雞肉用 雞肉用 雞肉稍微煎 擦汁過一點把水分激乾 它就不會有這樣子的油爆 如果 這個高溫的油 希望大家都還是要小心一點 兩面都已經發白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入 然後加入香菇 試一下去拌炒 稍微拌炒一下 我們這時候來加黑豆酒 或者是你家裡沒有黑豆酒 加那個米酒 米酒炒也可以 加進去稍微讓它燉煮一下 好,我們趁現在讓它在 黑豆酒在煮滾的時候 我們稍微加一點鹽下去調料 調味 這個其實已經是煮好的那個麻油雞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麻油雞 跟剛浸泡好的米飯 把它組合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來組合它 把它倒到米飯裡面去 這是要拌勻嗎 還是 就是 然後把它拌勻 拌勻 那這時候我們把 剛才涼過的兩杯的水 把它倒進去 然後我們準備把它 放到電鍋裡面去燉煮 好,來我們把那個麻油雞湯飯 把它放到電鍋裡面下去燉煮 首先是外鍋加兩杯的水 首先是外鍋加兩杯的水 然後再把整鍋放進去 上面我們鋪一點枸杞 鍋蓋一蓋起來 好,開始燉煮 好,開始燉煮 電鍋跳起來之後 我們再繼續讓它燜個五分鐘、十分鐘 然後讓米芯可以透一點 開鍋 開鍋 非常非常的香喔 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要把它盛裝起來 它做出來沒有非常的濕軟 而是比較偏乾鬆的一個狀態 那這種也是我比較喜歡吃的口感 先把香菇 雞肉 可分一點 好,這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麻油雞 湯飯 其實應該沒有湯 應該叫做麻油雞飯 好,我們先吃 我們今天吃的這個是麻油雞飯 以前有沒有吃過 有 媽媽煮的對不對 嗯 這個也是媽媽煮的 好 我們來試試看看吧 大口 大口 先吃的飯 香菇還有肉 飯也有點乾燥 飯也有點乾燥 不會太濕啦齁 很香 很香 香菇很香 肉呢,你們要吃一塊肉看看 肉會不會太硬 不會 軟的剛好 嗯 多吃一點喔 這個可以 防暖 比較不會胖 不會翻你的手腳冰 好不好 好吃嗎 我會把它吃完 電鍋裡面還有喔 加油 掰掰